如果大家喜欢商品 刚才Irene也有问过 究竟有什么股份我们都会看 觉得这段时间可能有得思考 其实是299元的 是的 突然想起 这一只都是我们自己掃的出来 还有宏观可能有些事情可以思考 其实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会看到 去年被人唾弃了的金价 其实过去这两个星期是相对硬朗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它有另一半是比较和铜价相关的东西 但是大家会看到 其实最近另外这些金银铁石的商品价格 开始想要动化 是的 所以其实在这两个 最主要它的引擎下 可能有得这样去博一博的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看着澳洲那些资源股 其实真的这段时间就涨得很顺 是的 究竟香港这边 可否借一点点 推一推一点呢 我觉得这些就可以考虑了 我想今天已经这么快光开了 现在抽星引上去 短期就拿昨天的羊竹收市价 做防守指示 是的